歡迎收看財經下課後 我是財經小宅女翟軒 我是財經怪博士謝承諺 其實這個是不是有原因的 其實我們這次嘗試直播呢 本來是只有我跟Niko的 蛤真的嗎 因為承諺哥今天當來賓 可是我們有收到通知說 下午要留下來 因為那個Niko很想 他是我的粉絲很想看到我 真的嗎Niko你有這麼說 是是是 但前輩不情願的點 是我自己自己亂掰想要留下來 對因為有Niko 好我們正式介紹一下Niko 我們來歡迎一下財經部落客Niko 大家好我是Niko Niko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自我介紹 我就是我之前有當過營業員 然後也有在軟體公司上過班 那我現在算是專職 但是我還是有在經營一些部落格 然後分享一些文章給大家 對其實我們這次想要邀請這個 財經部落客來上節目啊 然後我們的執行製作人 就特別說Niko長得好可愛 一定要請Niko來上節目 因為我昨天就收到通知了 我昨天就收到通知了 他昨天都睡不好 你知道嗎 我想說好可愛 然後Niko上網一直搜 都只搜尋到Niko Niko拉斯凱 好奇怪 我以為你搜尋到什麼Niko去了 以前上新聞的一些 對對對 我也有 那我就不要 不好說 好啦我們要言歸正傳 Niko其實很懂得 用布林通道來投資 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 Niko已經有先介紹一下 怎麼使用布林通道 來找這個強勢果 但是我們剛剛在節目當中 心法還沒有講完 我們就繼續來講心法 如果你還來不及看 剛剛這個Niko講的這個布林通道的話 記得就是回去Youtube看我們官方網站 有完整的節目播出 那我們就請Niko繼續來講一下 因為他剛才節目當沒有講完 其實我還滿期待的 對 因為我覺得方法有時候大家都會 所以你就硬要留下來 對 那我想偷聽一下心法 後來我才原來有直播 早知道剛才外面就直播看 但我覺得在現場好溫暖 你就打動陳彥哥的心 所以陳彥哥決定留下來一起聽心法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妳的心法還哪些 好 我覺得 好 我直接講一下就是 我自己有練了幾個心法 這樣子 對 那第一個就是 剛剛節目上講到一半 就是 我 我今天在操作 我不會想著 我今天一定要賺錢 而是我要去想著 我要怎麼做對的操作 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認清楚 有時候你做對了 也會賠錢 好比我剛剛講的 就是景碩 我如果跌破20M 我一定要出場 然後 可是他 他洗完我之後 其實景碩最近又 前陣子又拉了好多的新高 就是一直創新高 這樣子 對 那我會先插話問一下 那他創新高 你會去追嗎 我不會 因為對我來說 我的進場點 就是分手了 他已經 我們已經沒感情了 所以就不管他了 對 我就不管他了 所以你就是非常有紀律的在 遵照你這個 護理通道的這個操作方式 買進買出 對對對 那你那麼絕情 請問你什麼星座 過雙魚耶 欸 沒有 雙魚座 不能絕情 就要多行 可能在事業上 他是很有 執著的 所以我覺得他 這個點做得非常好 就是 他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因為一般人可能會猶豫 我把它賣掉了 然後他又長回來 我到底要買回來 就一直執著在那個地方 對 你都會這樣子啊 因為我們放感情 但是他說 他錯過我那個買點 他就不再 不再買 對 所以陳彥哥也是學星座來的 你算是要跟士充哥比拼就對了 基本上 當他不在我就是No.1 哈哈哈哈 士充哥有聽到囉 好我們也要插播講一下 因為今天我們是直播的形式 所以粉絲朋友們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NICO 或是陳彥哥 都歡迎趕緊留言 機會難得 我們等一下會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然後來選題目回答 以及就是因為我們的 YouTube官方頻道 這個點閱人數已經破萬 而且不只破一萬 是破兩萬了 所以等一下陳彥哥也會唱歌 所以想要他唱什麼歌 也可以留言 其實本來應該是士充哥唱 怎麼變我唱呢 對啊 因為你說你要取代士充哥啊 好吧 士充哥現在搞不好在看留言 士充哥如果你看到的話 留言給我們喔 你要點陳彥哥唱什麼話 點歌讚 好 然後我們也因為這段 一直把人家拉開 對對對 他的心法很棒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 我會去算一下我投資的期望值 期望值 其實這邊我有把公式列出來 簡單來說就是你平均獲利的金額 然後去成員你的勝率 然後再減掉你平均虧損的去減掉你的敗率這樣子 其實你就是要讓整體的 就像我剛剛有在節目上面列的那張圖 你就是要做到大賺小賠 你賺的報酬你就是要比較多 就是整體下來你要是賺的這樣子 因為 好我就去講 然後再來第四個是 我希望大家可以設立一個合理的報酬目標 因為我覺得人性是貪婪的啦 你可能賺到了可能10% 你就會想要賺20想要賺30 那如果在短線 像我剛剛也有講原鋼那一檔 其實我就是短線我好像一個禮拜我就賺90% 所以我就 因為剛好他一直漲停 因為我那時候是買了15塊 那時候 所以我就覺得哇 我真的是 這應該是說這筆金額進來我會有感 對 就對我來說 欸我有感 所以你英文全名是Niko巴菲嗎 就Niko巴菲的意思 我當然也是有賠的時候 對 剛剛也有網友在問 妮可是不是妮可要投資的妮可 我們請本身回答 對 就是她 就是妮可要投資的妮可 對 好 再來第五個就是 我們要去正式賠錢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 很多散步 他會一直套牢的重點就是他不敢停損 對 一旦你錯過那停損點 好比說我月限一旦破了 他可能就會直直落 然後直直落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來不及出了 你可能啊 虧了三四十八你就更不肯出 那我問一下就是說 那我 他破那個均線 比如說你是破二十日均線 對 那是我他破了 在盤中破 我就趕快賣掉 還是說收盤 破了 我明天再賣掉 我們什麼時候執行比較好 好 這個問題 我昨天在另外一場直播的時候也有被問 可能說要盤中還是盤後 如果你是新手你就盤後 就是尾盤啦 不是盤後 是尾盤 靠近要收盤的時候 對 可是如果你已經在股市有一點經驗了 你可以試著去看那外盤地 如果你今天發覺內盤一直成交一直成交 賣壓非常大 那你可能盤中如果你覺得 今天真的不行 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賣掉 但是當然這個沒有絕對 只是我們可以有一個參考的依據 有一個依據這樣 對對對 好 再來我繼續講第六個 好 因為我覺得 第六個就是 每一個賠錢都是成長的開始 對我來說 賠錢你才會檢討 你賺錢你才不會理啦 就是我們這樣幾個 繳學費啦 對 你一定是賠好幾萬 就喔 我為什麼會賠 你就會開始在反省自己 成長得更快 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蠻 也不是說珍惜 就是每一次賠你我就很歐 這樣子 再來第七個就是 不要太小看市場 因為它永遠會被你給你上一課 呃好像去年吧 就有時候錢賺太快的時候 你會 我單子有時候會下太大 下太大的時候 你的金額停損 你就會拉小 請問多大 呃 我有時候會壓到一百 對 一百可能是 欸可能是一般 沒有啦 兩三年的收入耶 我也是二三十萬 這樣子慢慢 對不對 一百萬美金嘛 沒有 喔 可是我們用美金為單位 但是一百台幣也是很多耶 很可怕啊 一百萬台幣 一般人可能辛苦工作 要好幾年才 對 還不是 那你一開始投進去的粉 是多少 三十 三十滾到一百 可是 真的很厲害 當然中間 多久時間滾到了 現在三十滾到 但是也不小了 五六年了吧 不要讓人家猜出 不要 不要讓大家猜出他們 不要刺激 不要刺激 我還好 我做股票二人幾年 大家都知道的是 這沒什麼 這沒什麼 從 對不對 我在幼稚園就開始做股票 對 股神股神 當然這樣講 可是我現在已經有把 一部分 轉到比較保守了 我就不會 比方說炒房地產這樣 沒有 就可能可以講一下等一下的0050啊 還是一些每股每在的那些組合 但是有點扯遠的 對 好 那我們就繼續看完新法 好 然後再來第八個就是 我想要知道自己到底 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到底在賺什麼 然後 你又在 你要檢討自己在賠什麼 就像我講的 就是我要賺的就是 步零通道的那一段 上漲的那一段 對 那如果我今天賠錢了 我是因為我金額放太大 還是因為 我標的選得不好 這樣子 我來一點 對對對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檢討的部分 對 然後第九個是 第九個就是 看不懂就不要做 真的很簡單 就是 然後也不要過度交易 因為有 現在的股市太好了 然後 進來的新人其實蠻多的 然後很多人都想要當衝 當然我不是說當衝不好 只是當衝的難度非常高 所以練功要練尾 對 不是當衝不好 當衝是真的不好 哈哈 是這樣嗎 我幫他補 我是幫他補的 但是很多人都做當衝 對 現在當衝很夯 希望不要得罪當衝 真的 很多當衝也很厲害 要有那個功力來做當衝 就賺得好 對 然後再來最後一點就是 市場上對我來說 就是市場上沒有贏家 只有最優秀的輸家 其實這句話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不要想要贏市場 其實就是我們要靠市場去賺錢 所以我們要去謙卑的面對它 他今天該怎樣就怎樣 今天是多頭就多頭 台經鏈漲停就是漲停 對 就是他要拉台子 然後出中小股 我們也就認了 千杯有點多 我剛才在算 我大概喝兩百多杯 我大概就受不了了 大概到千杯 哈哈 你還可以喝兩百多杯 我大概一杯就不行 哈哈 酒量比較差一點 對 不要再冷笑話了 真的 我們要正極一點 來來來來來 還有最近很熱門的耶 這個是股票籌籤 對 這其實很多小資族 就是很多從入門開始 就是從股票抽籤 很多人不會買股票 就會先被人家問 你有沒有去參加過股票抽籤 對 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兩個 你如果是投資白紙 你什麼都不懂 你連K棒 K棒要會看嗎 K棒也不用看 你就可以試著去做的這兩件事 這個就是有錢存進去 對 時間到了有中就有賺 就是人品看有沒有爆發 對 因為我之前 之前在券商有一次 全部的公司幾乎都有抽 我忘記是哪一檔 可是就某一個姊姊抽到 她就賺五六萬 然後就請大家喝飲料 那你有曾經抽中過 有 真的嗎 可是哪一檔 哪一檔 我真的忘記 可是我只有抽公路一次 而且才有賺五千塊 對 就是比較 陳彥哥有抽過嗎 沒有 真的喔 你不學這種小籤 我沒有天才運 我連發票都中不了 你都是金融小二的小五 我都很努力 收集發票參加抽籤 可是都不會 會不會中 其實就反映出這中籤率比較低 因為常常有時候中籤率只有0.0幾 對 如果價差越大 它中籤率當然就會越低 因為越來越多人會去抽 最近又有好幾檔又要開始抽 對 這邊就剛好有這一檔 對對對 這個應該我好像我前幾天 會橋設計 對 前幾天我抓的圖 然後其實就是你點開手機 然後你點了最右邊這個 然後你就會看到股票申購 那你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欸有股票代號 然後跟申購價 跟昨天的收盤價 嗯 那你去算這兩個的 呃價差 就會是 如果你抽到 你是用45塊抽到 嗯 然後你45塊抽到之後 你就可以擁有一個65塊的股票 哦 現賺兩萬 對 現賺兩萬 對 現賺兩萬 所以這個我非常建議 大家就是 要去抽 就是你有什麼都不會 你什麼都不會 因為抽一次 你的手費只要20塊 對 但大家也不要以為說 你可以抽很多張 一個人就一次機會 對 一個人一次機會而已 然後你裡面錢要放夠 嗯 對 就是45 45塊的話就是 4萬5 然後再加一些零頭 這樣子 對 它會限制一個時間 你要在那個時間之前 把錢就先匯進去準備 對 不然你會失去抽籤的資格 對對對 然後呃 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價差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越 價差越大就是比較難抽 越多人競爭 對 然後我希望大家 嗯 可能你 如果你什麼都不懂 你一拿到股票你就賣掉 因為你要賺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要賺什麼錢 你要知道 你要賺的就是這個價差 所以你不要想說 你買了之後 我還要等它漲 還是等它跌 買了就賣 對 買 你拿到你就賣 對 這樣子 好 再來我們看 有兩個原因 會買在高點 但是長期也賺 好 再來第二個我想要教大家就是 你可以 定期定額去投資0050 這個我不知道 應該是市面上有一點 有些人也是在推崇這件事情 嗯 然後再加上最近 政府 為了定期定額開始跟一些券商 都是什麼一元啊 手續費一元 嗯 或者是五塊這種的 對 就等於說推廣這件事情 對他們有去推廣這樣子 對然後 好 那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說 有兩個原因 如果0050我買在高點 它也是賺錢的 需要這一張 好 對 這就是我計算出來的報酬 如果我每 我把每一年 2003年嗎 對 2003年 2003年開始之後 我把每一年的最高點抓出來 然後長期下來 它還是賺錢的 到今天來說 因為今天也是蠻例外的 因為台積電一直創新高 對 但是我就把每一年的最高點 抓出來 然後去看長期下來 它還是賺錢的 嗯 這樣子 然後那你現在你可能就會想說 欸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每一年 我會看哪一張 你要哪一張 0050要注意這一張啊 不是不是 不是這一張 啊這個這個這個 對 好 所以我剛剛有講 哪一張哪一張 到底是哪一張 好緊張喔 對不起對不起 你有一個順序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 我有講兩點嘛 我剛剛已經拿數據給大家看了 就是長期下來是賺錢的 再來有兩點 我可以跟大家多做解釋為什麼 嗯 第一個就是它股市整體空投的話 它不會超過兩年 就是 意思就是如果今年我們大崩盤了 嗯 隔年可能會止跌 就是它不會再跌那麼慘了 或者是回穩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如果空投一兩年之後 它伴隨著是八到十年的多頭 嗯 所以我抓了一張圖 這就是大盤指數的圖 加圈指數 加圈指數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能我還沒出生的時候 它就跌了 對 然後跌了之後 它長了七年的多頭 對 一樣 那一段我也很美 哈哈 對對對 綠色就是空投的時候 這邊 然後它也是走了六年的多頭 這樣一樣 它2008年金融風暴也是 最近走了十年多頭 現在可能又再創新高 都要到哪裡去了 也就是說0050 反正就是一直買一直買 對 對 因為你要想著 今天的高點 不一定 今年的高點在明年會更高 在明年又會更高 就是它的長期 我們只要在 空投的這一兩年 度過之後 它其實長期都是多頭的 嗯 對 所以有哪六點要注意呢 對 注意一下 對 雖然說 好像一個傻瓜投資法 那還是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對 好 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再問我 什麼是高 什麼是低 不要再問我進場點了 那既然我們看完這個數據了 你就會知道 假設我每年都買在最高的點 我還是賺錢的 嗯 那你就不要再問我 什麼時候是高了 對 就是這個 照理來說 你應該是越快投資越好 這樣子 對 讓它力滾力這樣 對 力滾力負力的效益 對啊 然後再來 所以不要想說 你0050要買在低點 反正你就定期定額這樣買 就一定可以平均比較低 對對對 好 再來第二個就是 不管是股市是多頭還是空頭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停止這件事情 嗯 對 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 如果當天大跌超過2% 如果你會 你對於這市場上 你會去一些交易的話 你可以手動買進 對 但是如果你都不懂 你就這樣子放著也沒關係 對 因為其實 0050它一年 大概報酬是7% 嗯 對 那7%的話 就是 欸有一個什麼 七 七二法則 對 沒錯 對 72除以2 對 所以表示10年會防備 沒錯沒錯 對 如果 反正你如果放100萬 你10年過後 就變200萬 好 再來第四點 請罰 再來第四點就是 請把 定期定額投資0050 視為長期的投資標的 不要想要短進短出 你不要今天 今天台積電大漲了 所以它今天漲5% 不要就是 你要知道說 你這個就是長期標的 你要去短線 你就用別的方式 那這個你就是不要砍它 你可以每個月丟個5000一萬 然後假裝自己花掉 也算是存股的一種 對 也算是 對對對 然後再來 就是投了5000就到錢櫃門口走 喔我唱我一次歌了這樣 對 要這麼心酸是不是 對啊 好 反正就是鼓勵大家 就是買了之後 你就定期定額不要去管它 對 你就不要管它 你可能5年10年後 會感謝自己做這件事情 嗯 然後再來咧 最後兩點 好再來第五個就是 你要記得把你領到的股息再投資 因為台灣沒有這個 這個方法 對 就是因為我們領到股息 它不會自動幫我們 對 它不會自動 像國外有的平台 它會問你 你要自動再買 還是拿現金 對 然後你選自動再買 它以後就會自己自動再買 所以我們儘管會可以參考 對 對 不然很不方便 好 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嗯 投入的資金部位 不能是緊急備用金 就是你不要去借錢來投資 沒錯 因為 因為你這樣一筆下 嗯 就是你這樣五千一萬塊 不要是急用的 你如果要急用 你又 因為我們是要長期投資 嗯 如果你今天突然缺錢又急用 那你就白費了這些福利的 時間的效益 嗯 嗯 就是會太可 我覺得會很可惜 嗯 就是大概是這六千塊 所以綜合以上心法 就是如果你是積極型的投資人的話 你可以照剛剛Niko 教大家的這個 步零通道 去找出這種強勢股 如果你是比較保守型的投資人的話 也可以買0050 然後就長期持有 定期定額 讓它當利滾利 好 今天我們就很謝謝Niko 來到我們現場 謝謝 那最後你還是唱個兩句吧 剛才不是說 牌子說不要唱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兩句ending 來 因為我剛才在想 其實Niko的心法裡面 有一個很好 就是說 我們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去 好好的執行 有時候就是一時心軟 就 該賣的股票 沒有賣 就賣 不能放太多感情 對 所以不能心太軟 所以我就唱心太軟獻給大家 好 那我們就在歌聲中 跟大家說聲 我就是 可以了吧 對 開始 我就是心太軟 心太軟 再會滿捨 跌停股票 讚各位 好可以很好 那就跟大家說 拜拜囉 拜拜